这次能源大会大家最关注的是沙特到底会在会议之后宣布增产多少万筒 不过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次是他出任国家副主席以来的第一次亮相于国际舞台 那么他也会利用这次会议期间和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进行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接触 富汗卫视 吕秋洛威 沙特极大的报道 平时刚刚拿着小的冷光拿着有缝了 当中日发生的冷光已经火热跳下去了 因为拿来替了上司走 因为他拿着赶紧的赶紧的赶紧 那么药市的部分大家是最多的欢乐 在那里 这个风太要不来 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个风很大 风也很大 那么到现在的早上 我们发现说在台北没有观察到的情形 是说这个风不太大 那么风也仍然在监量当中 那么今天的情形 这就是说年少少几天 这个风太对台湾的造成的影响 这个风是一个好色的部分 梦长直到无法定落陷入拖房 这件事提前人的东西梦落在窗窗状况 到像定制妞打到贵心地 过头有出现这种平坦的白血 其实这些相机就是应来救命 哪里有什么密室的攻击 金西老江市爱吃老梁讲 感谢一等你对家庭的贵案 这几天香港的歌迷都认真够忙了 加上台湾人气偶像商计习港 而这日令到商场逼爆的就有林又嘉 在台湾歌唱比赛脱荣而出的又嘉 虽然就未有联同星光邦的队员来到 不过他一开声就即时令到歌迷如痴 一开声就很开启